大家好 我是吳仔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些很值得討論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 之前我們要廣播 今天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都很探靈 尤其是現在脫了口罩之後 大家都會很注重外觀 因為可能疫情過後大家都開始復償 逛街走 出去玩 一定是衣著打扮方面都比較注重 可能疫情三年每天都躲在家裡不出街 不見人就有句 男的胖就臃腫 滿臉鬍 咧咧咧咧 油頭 女士都一樣 可能身形略為肥胖 都不會怎麼化妝 但是說到現在可能疫情過後出來玩 大家都開始注重自己的健康身形 但是說到有很多女士 他們專門在網上看不同的資訊 就想著是學人減肥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但是說到原來 亂減肥 相信不相信一些方式 會導致到你脫髮 說到減肥三個月有個女士 脫了頭髮 變成禿頭 那麼嚴重 那怎麼辦呢 那究竟因什麼解救會搞到這樣呢 有什麼方法又可以補救得到呢 我們這次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記得訂閱頻道 說一些健康資訊給大家 請大家多多支持 對呀 有人說 不是吧 減肥減到脫髮 減肥脫髮 經常都聽得到的 你也知道 有很多女士 男士都比較少 因為男士對於戒口方面 都是選擇 不是很怎樣戒 戒糖 很難 喝汽水 喝可樂 喝忌廉 然後喝奶茶 咖啡 一定會下糖 你叫他吃清一點 有多少男士真的可以吃清一點呢 有的 你真是Body Builder 那些就可以了 那你不要說吃清一點 叫你吃素也比較敏 男士是牛魔王 但是女士 女士在這方面 我看到很多都比較有恆心 所謂的有恆心 就說早餐不吃 下午不吃 晚上吃少許 早餐不吃 下午吃少許 晚上吃少許 甚至晚上不吃 一天一兩餐 有些更加離譜 他們只吃一口 有些就說 我不吃飯 戒米 戒麵包 戒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吃齋 吃菜 還要吃沙律菜 一天一兩餐 你只聽得到這種方式 背後 我剛才所說的 都沒有提及過運動這兩個字 只從飲食的角度去處理 當然 也可以 從減磅的方面是可以的 你這樣的節食法 但是從營養的角度來說 又不太好 當然 你經常都說用節食的方式去減肥 通常會得不其所 越減越肥 更加出現到 我剛才說一開始 原來會導致你脫髮 因為有位35歲的女士 她在網上 不知道是否看了一些減肥的餐單 或者方法 她就說 跟著這些方法 導致三個月後變了光頭 糟糕 究竟是甚麼事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吧 這位35歲的女子 原先比較肥胖 因為她想著求咬 求咬期 就瘋狂節食 就更加吃減肥藥 而說到這種減肥藥 就是中藥 裡面有些射的作用 短短 在三個月內 她節食 只是飲蔬菜汁 不飲其他不吃其他東西 最後由70公斤 也挺大 去到50公斤 厲害 減了20kg 40磅 44磅 有人說 這麼厲害 三個月而已 簡直極速瘦身 但這種極速瘦身 或者叫做亂來的方法 令到她健康受損 究竟有甚麼毛病出現了 就說她的月經受到影響 開頭小量 最後變成點滴 最後變成停經半年 亦都同時間出現了脫髮 而說頭髮大塊大塊脫下來 又變得碎了 令她不敢出街 出街亦都需要戴假髮戴帽 後來她就可以看醫生 你想想 你減肥 你以為是做美麗的外觀 誰不知越搞越禍 那麼脫髮 男士女士 經常都笑過男人 中聯鐵法的危機 你有沒有 有甚麼地中海 有些女士 你看她像大叔一樣 豪童 即是笑過別人 我覺得就不要笑過別人 正所謂有頭髮 誰想做辣賴呢 這些是自己拿來的 當然 她不知道 不懂 盲目去跟隨一些東西 覺得 我亂吃減肥药 經常都說 藥有三分毒 不要亂吃藥 減肥 最基本的方法 經常都說是做運動 在飲食方面做一個調節 加上你做運動 自自然就行了 這些不需要說 要有甚麼外來外在力去幫忙 其實你經常做甚麼都是 成不成功 只有一個原因 心態 心態 足夠的 持之而行 怎麼會不行 你總是要促成 這些是香港的積食文化 我今天想減肥 明天就希望看到瘦 從飲食方面 到運動方面 因為很多人急功近利 男女也是 舉例 男士 夏天快到了 進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 健身房 有些人進去都不是做的 拿著眼鈴 自拍 放在網上 好像很有成功感 騙人 你見他轉頭也放下 甚至乎有些 做兩做 放棄了 為甚麼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要一段時間 你沒有時間去浸飲 你不可以的 尤其是肌肉 你不經過肌肉的撕裂 蛋白再侵進去 然後肌肉才會膨脹 你必須經過這些步驟 等同你做蛋糕一樣 你要搓好麵粉 把麵粉發大 最後放進去烤爐 它才會成形 你不是 打算麵粉還沒搓 就打算變成蛋糕 你真是魔法 同樣地 減肥 因為這個時間實在 可能要一段時間 你想想 它20kg 3個月 減了20kg 其實那個變化幅度很大 它就是因為看到自己的變化幅度那麼大 它才會持之移行 繼續走下去 很多人都是 無論你build up也好 減肥也好 在這個情況 在這個時間上 可能你頭一兩個星期 看到沒甚麼效果 就放棄了 算了 減肥也是這樣 減肥也是這樣 你減肥也是這樣肥 這些人太過短時間了 所以有些人更加會用一些誇張的手法 例如絕食 我會覺得 你當然是瘦的 你看看我不吃幾天 肚子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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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 其實對你的身體是一個很大的損耗 這位女士 她去看中醫 因為有脫髮 有位醫師去看 她說初次診症的時候發現 這個女士有甚麼症狀呢 臉色比較黃 四肢沒有力 大便比較硬 胃口差 持續失眠 如果把脈 脈搏比較弱 利胎比較白 說到自己的情緒受困擾和手震 從中醫的角度來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現象呢 中醫說發為血之餘 即是發屬於身體血液多餘的肺脈 所以血液不足 頭髮就會出現脫落的問題 由於減肥過度 說到這位患者 脾胃極度虛寒 血液不足導致月經停止 身體營養不足導致頭髮脫落 連生育都受到影響 再加上血虛生風出現手震的情況 所以出現頭暈 手震走路不穩 這是中醫的角度 從西方的角度 營養學的角度很簡單 剛才說的只是吃藥 和喝的青菜汁 你缺糖 大家都知道 為何會手震 能量 就是我們平常吃的食物 炭水化化物 真的會轉化成糖 尤其是大腦需要大量的葡萄糖 糖分令你精神 當然是不精神 心情會受影響 有人說不開心 吃甜食會令人更開心 身體需要各樣的資源 或物質去支撐你的生命 不是的 一次過像別人的修道一樣 砍掉它 為何會被癖 你又不是的 臉色不好 血氣不足 血氣不足導致你沒有M 心理甚至乎停經 這些是息息相關 血氣不足 血氣不足 身體如何好呢 這樣刻意減肥 我覺得你和自殺沒有什麼分別 有人又說 脂肪的演變就是糖的演變而成 因為人多餘的能量 身體會幫你儲起來 好像一隻駱駝一樣 萬一幾天沒飯吃 有什麼意外 身體就會分解你的肌肉和脂肪 做一個燃料幫手 維持你的生命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吃少一點做運動 這種方法去減肥 通常是比較見效的 或者限制自己的吸入 因為你要看自己做什麼運動去減肥 有些人可能要做健身 健身需要很大的輸出 如果你說吃少兩餐 無氣無力 自然就會舉不上鐵 所以有些人會用不同的方式計算 你吃了多少卡路里 你要輸出多少卡路里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加減肥 大概達至減肥的效果 在中醫看到這位女士的情況 亂減肥就脫了頭髮 應該怎樣呢 當然 醫師認為 如果你用中藥去治療 就會用處方養血養氣 養發安神的中藥 裡面用了很多不同的中藥 就說吃了之後 這個患者面色紅潤 慢慢有力 至少我覺得 你說是不是這麼神奇 我猜中醫也應該先叫他吃東西 最基本的 你不要減肥 你正常吃東西 你不要這麼快 你現在不是打算收一個辟谷 你永世不吃東西就不行 所以你應該要正常 有均衡的飲食 身體狀況慢慢調理好 失眠的情況也會有改善 但是脫頭髮的情況 要持續吃中藥 吃兩個星期 才能夠被制止 開始慢慢出現新的頭髮 哇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想想 一個女生的頭髮很重要 大家也記得 經常見過 有些情況 那個女生因為有病 可能要做一些癌症治療 剃乾頭髮 是吧 真的會哭的 真的會哭的 然後頭髮變得更加濃密 剃頭消失 恢復健康 所以中醫師建議 折食減肥不太好 尤其是對女生 不要因為減肥而影響身體健康 當然 除了說 不要過份減肥 因為頭髮很重要 有些什麼可以保養大家的頭髮 有醫生分享有六種幫忙護髮的食物 有什麼食物呢 我們看看 魚肉 吃魚 吃魚有益 經常說吃魚有益 當然 吃魚有益 有什麼 紅棗 紅棗 吃紅棗也好 補血 龍眼肉 龍眼肉 不過不時不吃 椰菜 蔬菜 雷 西蘭花 對男士也有益 蠔肉 西蘭花 我講這幾樣東西 剛才說的 有兩樣的共通點 蠔肉 西蘭花 很腎 腎水粥 頭髮自然夠烏黑 夠濃密 除了這件事之外 有些人說吃黑色的食物 可以幫忙護髮 黑芝麻黑豆 是不是人人都適合吃呢 有醫生說 吃這些黑芝麻黑豆 要看個人的體質 如果濕氣太重的人 不要吃那麼多芝麻 河手 這些 如果肚成都脹糊糊的 有些胃氣 不要吃那麼多黑豆 如果是這樣 有什麼可以幫忙減肚腩 用茶療 第一件事 用陳皮水 山楂水 河葉茶 烤五分鐘 用來減肚腩 皮虛人士的減肥茶 用白術 黃氏黨參泡茶 烤五分鐘就可以喝了 如果體質偏熱的人士 用荷葉決明子茶 烤五分鐘就可以了 如果減肥的最好選擇 吃黑木耳 減手臂的話 就吃番茄 冬瓜洋蔥 紅蘿蔔 白黃薑粉 我自己覺得 對於減肥的情況下 我自己認為當然是做運動 均衡飲食很重要 坊間有很多不同的偏方 可以幫你減肥 那些可能會加快進度 但對你身體本身有沒有益 是一個問題 因為無論是中醫的角度 西醫的角度 這件事都會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不知道你身體是否適合 你吃得要命 不要命 那你沒辦法 在西醫的角度 或者西方的營養學 你怎樣互發呢 第一件事就是蛋白質 因為說到 你如果介入蛋白質 導致你蛋白質攝取不足 你會導致你脫髮 因為蛋白質是製造頭髮的主要成分 你缺乏了 你導致你頭髮而斷 甚至乎而脫 例如 所以為何吃魚肉呢 都可以幫到手 雞胸肉等等 如果你吃齋的吃豆 這些都可以幫到你吸取蛋白質 另一件事 去怎樣護你的瘦髮 你都知道是女士 拉一汁腸髮 原來說脂肪酸 可以滋養瘦髮 因為減肥 大家都知道 吃到人全都塗了 你看到多少男女都一樣 皮膚感覺上很乾 如果比較黏身 我們說低脂的人士 會出現的感覺 好像很灑灑 不會油膩 為什麼油膩 皮膚和頭髮 不是一坨油幾天 沒有洗頭的 色澤方便 亮身 因為如果過分 減肥或吃法 你會導致自己 缺這種油份 導致頭皮乾汗 油脂分泌失衡 會造成頭髮截斷 更加出現脫髮 正所謂你又想減肥 又想頭髮健康 可以怎樣呢 有營養師便建議 吃一些Omega3的脂肪酸 吃多些牛油果 三文魚 堅果 阿麻子等等 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還有維他命A 維他命A可以幫助你頭髮生長 令到你頭皮的油脂 分泌平衡 亦都可以防脫髮 維他命A 胡蘿蔔素 深橙色的蔬果 例如南瓜 紅蘿蔔 木瓜 橙芒果 南瓜 芒果就不建議吃得多 失熱 番茄不錯 茄紅素 幫你的皮膚回復 彈性回春 另一件事 就是鐵質 鐵質由於說在血液中 輸送氧氣 養份給紅血球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如果你營養不足 令到頭髮細胞得不到足夠營養 亦都會導致你脫髮 有人就說 那怎樣? 逼我吃肉? 不是 那你有很多 不同的蔬菜都有 芥蘭 芫菜 西蘭花等等 有人就覺得 或者有營養師覺得 身體如果你吃植物性的鐵質 味如動物性的鐵質效果好 如果你是吃素的人士 可以配合維他命C的蔬果食用 去幫忙身體吸收 還有維他命E 維他命E 可以幫你的頭皮血液循環良好 令到每斤瘦發 都有足夠的營養運送 吃多些綠葉的蔬菜 全麥穀麥 果仁 蛋黃等等 所以有些人就說 喔!是芥蘭蛋黃 不是叫你拍了整包 大佬 所有東西都要均勻忍食 你看得到的 這些資訊希望可以帶給大家 如果你發現你有脫頭髮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有關係 除了減肥之外 你的風筒 不要那麼熱 熱傷了頭髮 我買單換了風筒給我老婆 多厲害 她說現在頭髮也少了 不要那麼熱 之前那個打風 我也覺得辣手 吹到頭出煙 好!今集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